最近是不是大鱼大入这个吃生鸡了呢 特别需要一道开胃爽口的菜 今天这道菜就厉害了 下西饭下干饭随便你 主要食材有青椒红椒黄瓜洋葱 不喜欢吃的都可以不放 先把它们全部都切成细丝 这锅是香菜把它切成长一点的杰子 再切几锅小米椒用于调味 准备个大点的盆盆调味盐 骨肝酸辣 贝糖 酱油 香醋 辣椒露 香油 香油会稍微多一点点 花椒油 然后下入将才切好的这些蔬菜 这些蔬菜一般情况下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是比较重比较辛辣的 所以它肯定很下饭嘛 下酒 尤其是下西饭才可以 一定要用筷子给它全部拌转 拌匀过后直接夹入这个碗中装盘 看得懂我就咽清口水啊 最后给它飘上几口熟的贝基码点缀一下 美味继承 非常美味的一道老虎菜就做好了 这个做法可以说得上是新手也能轻松上路 喜欢的点赞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解散 这道菜也在春节期间大家一定要去告一下 绝对比你桌子上面的烘过鱼啊肉啊都更鲜吃完 说了那么多我还是先帮你们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如果第一感觉就是鲜 第二感觉就是所有的蔬菜都非常的脆 然后熬下去就开始有一点点微辣了 就是有一点点冲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啊 不管你是下西饭下干饭下酒都非常的巴适 大家一定要学废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撒过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